字幕視聰明 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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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我們現在開始來上課了 大家請客進 走勒 大家請坐 剛才學校有一個學員在跟我分享 他說去咖啡店前面 心痛的感覺這杯飲料 飲料的名字叫做心痛的感覺 各位知道是什麼嗎 不是 咖啡店那心痛的感覺是一杯白開水 點了以後心痛的感覺 我說這個 他在說我就想到一個 我真心我自己發生 我跟朋友去法國出場 我們就到那個艾菲爾鐵塔 完了以後 我們到香榭麗色大道 在法國的香榭麗色大道 是很有名的 我去坐一個路邊的咖啡店 那個路邊的咖啡店 那時候真的是 燈光美氣氛家 因為我晚上去的 除了街上有一些 這個羅馬尼亞 那些其他國家來的流浪漢 會偶爾會跟你要錢之外 基本上來講 那裡真的是氣氛很好 又很漂亮在異國 在別的國家心情就很放鬆 你沒事就看到對面草叢裡面 男生女生這樣很熱情的在那邊勇吻 他就覺得很浪漫 對不對 我們就開始點飲料 我想說來到法國 當然要點咖啡 阿家我去的 我跟我們太太 阿家我去的另外一堆 我四人坐一堂 那一堆阿嬤很缺 他們跟法國每天都在記笑 花什麼錢花什麼錢 記得很認真 所以他們的提名女 我們是看倒邊的什麼咖啡 他們是看吃邊的介紹 他們就說 Juice Water 那最熟 一百塊 真的一百塊 他說那最熟 他們就點這個 他們就說 他們就給他點Juice 我們就點咖啡 結果 我們就在那裡喝完 要介紹的時候 我們兩百多塊 他們說四百多塊 一杯 他們八百多塊 他說 哪有可能我們兩個 要生錢結果八百多塊 我們兩個在這裡五百塊 不到 我們兩個喝咖啡 我們想要點的咖啡 我喝得很開心 他們喝得很心痛 真的心痛的感覺 他們就去問那個waiter 我就說你點Juice而已 Juice就是這樣 在法國Juice很貴 比咖啡還貴 我說沒有 我是點這個 第一排Juice Water 他說你又沒有說Water 言語不好 不去加一個Water 果汁水跟果汁是不一樣的 你點Juice 他給你原汁 你點果汁水才有100塊 所以你說Juice 我當然給你Juice 你也沒有說Juice Water 結果他們這樣 去那裡回來 他們沒沒沒幾個 很可憐 果汁已經喝下去了 又要怎樣 都已經喝下去了 這是真實的 如果剛才我們朋友 經常會我笑 真的到國外去 有的時候 就不用那麼省 你到國外去 很多東省西省 你在國外你的時間就是錢 因為我們在愛菲爾鐵塔要離開 我們要坐Juice 他們拍戲就沒有要坐Juice 他們說要用走路的 我說 愛菲爾鐵塔 走到相關離開 是很遠的 他說Juice是太貴了 我說來到國外 就不用去生黑 說得貴 Juice錢給你1千塊好不好 從台北 坐到基金好不好 不會超過1千塊嘛 你既然有那個Free Time 你的Free Time 就是每一個時間都是金錢這樣 所以到國外去 真的是每個人的價值觀不同 等一下我會告訴各位 成功的十大步驟 這裡面有含到我們的價值觀 真的 你如果去國外 你真的要考慮你的錢財 你可以像一對夫妻 這對夫妻他們有他們的夢想 二十幾歲年輕人到剛結婚能夠吃苦 所以他們沒有決定 他們沒有決定說 我們先去紐西蘭度假打工 你知道現在學生可以 在30歲之前 30歲還35歲 他們可以去做好完整的身體檢查 可以去申請紐西蘭澳洲度假打工 各位知道嗎 知道齁 他們兩個夫妻就一起申請到紐西蘭度假打工 非常辛苦工作了半年 工作半年真的是 真的是每天每日這樣很認真 就存下來的錢 他們存下來的錢 他們不是 存下來的錢 他們不是要帶回來台灣 他們現在是要去花的 接下來的半年 他們就跑到世界各國去玩 玩了二十幾個國家 然後回來 一年之後回來 他告訴他所有的好朋友 上部落格告訴他 這是新聞報導都可以看得到 告訴他所有的好朋友 我們新婚蜜月回來了 他們的新婚蜜月一年 365天 夠浪漫吧 他們花了365天去度蜜月 前面180天 是在吃苦 當初吃薄這樣 真的很辛苦啊 你看那個 他們到那邊去澳洲度假打工 到紐西蘭度假打工 真的非常辛苦 但他們有夢想 有目標 做起來就不覺得苦了 真的 你的目標是什麼 我那時候剛開始出社會的時候 我非常打拚 因為我的目標 一年想要賺一千萬 我的目標我想要存一億 我有沒有達到過 有耶 曾經有過 來得快去得也快 在中間都是你的經驗 我覺得這種成長學習的經驗 都是你的 所以我會到世界各國去上課 上課學到的東西都自己的 我一邊 他們是一邊玩一邊打工 我是一邊上課一邊玩 我上課的時候我也在玩 我在玩的時候我也在上課 然後我在上課的時候呢 基本上來講 我為了練自己的英文能力 我在上課的時候 我是都去跟外國人做練習 跟歐洲的啊 跟法國啊 跟美國 加拿大 德國 都跟他們做練習 然後我們台灣人不是喔 我們去練習的時候 二十幾個台灣人一起去 他們就二十幾個人都一起練習 都不去跟外國人接觸 怕嘛 這是真的台灣的教育的這個問題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問題越大 機會越大 這個事情發生在1904年 西元1904年什麼時候 109年前 現在2013 109年前 舉辦了一個世界博覽會 這個世界博覽會 發生在這個世界博覽會的一個事情 標題是問題越大機會越大 來 開始秀那個故事 在美國聖路易舉辦世界博覽會 有一個來自敘利亞 有一個叫做漢威的人 Ernest漢威 他把他的祖傳絕活拿到世界博覽會 他的祖傳絕活是什麼 他們有一個餅 非常薄的餅 他覺得在家鄉賣得非常好 到世界博覽會 大家沒吃過一定可以賣得更好 他賣什麼餅 來下一頁 叫做扎拉比 扎拉比 扎拉比亞的中東薄餅 他就像卡里卡里吃起來香香脆脆的 他們家試試帶來賣扎拉比 扎拉比做得越薄 功夫越好 他做的皮非常非常的薄 在他們那邊是絕活 所以他覺得在敘利亞賣得很好 到美國也一定賣得很好 對不對 不對 美國人沒看過那種餅 不敢買 哪有那麼薄的餅 看起來那個餅會透過 不敢買 下一頁 他在世界博覽會租了一個攤位 現做現賣扎拉比 他想這個祖傳手藝又要在那邊表演 各位如果有去淡水河 有沒有看過一個人在賣那個冰淇淋 他那冰淇淋專門騙小朋友 我們家小朋友很喜歡被他騙 真的你去玩就知道了 我沒有辦法跟你講現場 他在那邊賣那個冰淇淋 他冰淇淋甜筒給你 你都拿不到 他就明明交在你手上你就拿不到 然後他就是甜筒連著冰淇淋 冰淇淋連著甜筒 很好玩 他的功夫出神入化 我的每個小朋友都站在他面前 被他鬥得很開心 他有上電視啊 那個電視都有去採訪啊 也是中東人啊 在淡水河畔 他在那裡做扎拉比 來下一個 人算不如天算 參觀世界國覽會的人很多 他們眼睛對世界的新鮮是很好奇 但是嘴巴對新鮮是一點都不好奇 因為人都習慣吃自己的那個習慣的時候 他們喜歡吃熱狗喜歡吃火腿 喜歡吃三明治 不喜歡吃扎拉比 這是什麼東西啊 又賣那麼貴 不喜歡吃 來下一個 漢輝先生沒有人去買耶 他隔壁他賣冰淇淋 在世界博覽會又熱 奇怪耶 吃冰淇淋可以解渴嗎 不可以耶 但是吃冰淇淋人的習慣是可以解熱 所以他們都會去買 買冰淇淋來吃 在1904年呢 沒有免洗碗 沒有免洗餐具 所以每個冰淇淋都配一個盤子 冰淇淋裝在盤子裡面 所以那個老闆齁 吃完冰淇淋要洗盤子 洗完盤子再裝冰淇淋 吃完冰淇淋再洗盤子 裝盤子洗盤子 這樣一直洗來不及賣 那漢威先生在旁邊看 他們非常非常的忙 你會怎麼做 你的生意沒有人來買 旁邊的人忙得要死 很多人會幸災樂禍 我舉例 在沙漠中裡面 這是一個笑話 但是說真的 他們在講 他們在形容中國人 在沙漠裡面 有一個加油站開了以後 其他的中國人跑來馬上開加油站 結果全部的加油站都倒了 在外國不一樣 加油站開了 旁邊有人來賣小吃 後來開餐廳 有人來開旅館 整個聚落就形成了 加油站就形成一個聚落 大家都賺到錢 漢威先生一樣 隔壁的冰淇淋這麼忙 怎麼辦 他那時候想幫他 想幫他洗盤子嗎 那不用做生意喔 幫他要雙贏嘛 我們做事情是要雙贏的 三贏最好 大家對你我最有利 立他立己 先立他一定立己 滿足客戶的需求 你就可以滿足你自己的需求 我一年可以賺七八百萬 都是因為我先滿足客戶的需求 我不是去賣生 我是賣我的專業 我先滿足他的需求 我去做金字塔頂端的生意 所以滿足客戶的需求 就可以滿足自己的需求 他先滿足 他想說我要賣我的東西 那我要滿足我隔壁的冰淇淋攤 我看他最大的問題就是洗盤子 洗盤子洗盤子 那我的餅可不可以把它捲一下 我的餅本來是一塊大大的 我把它改良一下 我做小一點把它捲成一捲 他就一直在那邊旁邊 那個賣冰淇淋 那個賣冰淇淋也不知道他在幹嘛 就看他奇怪了 又沒有生意幹嘛一直在那邊 一直做那個扎拉餅 又沒有人要買 不是他在改良 他把他的餅 後來試成功了 他做成一個捲筒 他就把那捲筒拿給旁邊的冰淇淋的攤子 那冰淇淋的攤子一看就懂了 就把冰淇淋搖起來 往那個捲餅上面蓋 填筒 大家覺得說 這樣不錯啊 又方便又不用洗盤子 然後冰淇淋配那個餅這樣 口感更好 他們兩個開始配合賣 往下看 上路易天氣很熱 逛世界博覽會的人們 走著走著熱氣直茂 所以就想要買個涼的 冰淇淋生意大好 下一頁 那時候沒有紙杯這類免洗餐具 所以一賣冰淇淋出去 客人吃完以後就要 收回成冰淇淋的杯子碟子洗乾淨 再用 下一頁 生意大好 阿諾德準備的杯碟根本不夠 再拼命的洗杯碟 也來不及應付大牌常常的客人 下一頁 是不是 但是人比人氣死人 他會先怎麼辦 他如果 是笨蛋 那他只會怨恨 祖上無德 為什麼不賣冰淇淋 偏偏賣炸拉筆 乾脆一窩蜂跟進的賣冰淇淋 沒有 他開始想方法 問題越大 機會越大 下一頁 他心地如果又不好 人又笨 就看著阿諾德手忙腳亂 然後自己生意也做不到 他只能在那邊笑別人 生意很好 賺的錢很多 然後手忙腳亂 結果他不是 下一頁 漢威先生很聰明 他看出阿諾德的問題 就是他的機會 下一頁 靈機一動 他把炸拉筆做成圓圓的薄餅 變成一個錐形的三角筒 然後交給阿諾德 阿諾德馬上就會議了 把一個冰淇淋壓在三角筒上面 好 就這樣開始賣 下一頁 下一頁 不但解決缺乏杯碟的窘境 客人也覺得很新鮮 而且冰淇淋 就著薄餅吃 別有一番滋味 下一頁 這神來一捲 阿諾德的冰淇淋賣得更好 漢威先生賣不出去的炸拉筆 也賣光光 甜筒就誕生了 各位現在都有吃過甜筒 甜筒是這樣誕生的 真的 下一頁 世博會之後 賣冰淇淋 繼續賣冰淇淋 漢威先生不一樣 他開始去推銷他的甜筒 賣冰淇淋的一樣在賣一攤的冰淇淋 他是賣給全美國甜筒 而且他開始生產 用工廠來生產甜筒 他不用像他的炸拉筆做得又飽又好吃 他只要把甜筒做出來 可以蓋冰淇淋就好了 下一頁 他成立專做甜筒的公司 他也申請甜筒製造機的專利 漢威先生靠著他的祖傳的記憶 炸拉筆賺了大錢 漢威先生靠著祖傳的記憶 炸拉筆賺了大錢 這句話你要去思考一下 他是靠祖傳的炸拉筆賺大錢 還是靠甜筒賺大錢 他是先有祖傳的記憶才會做甜筒 還是先有甜筒 所以他是靠祖傳的記憶賺大錢 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對嗎 他靠祖傳的記憶 加上他的創意 加上他的巧思 加上他的問題越大 機會越大 你知道可口可樂 可口可樂怎麼來的 各位知道嗎 可能都不知道 你去看那個上面的寫 他曾經 他是一個藥方 治感冒的藥方 在沙漠裡面 祖傳三代的藥方 結果被一個人買到了以後 他覺得這可以改良 這個口味很不錯 他把它改良成可口可樂 所以可口可樂到現在他的藥方 是全世界最機密的 那一張藥方祖傳到目前 他買了那個 他用一塊美金買了那個秘方之後 然後那個秘方一直傳 只有可口可樂的直系血清 才可以有這個秘方 到全世界你都只有看到 他成分裡面有什麼什麼 怎麼煮起來都不知道 然後他們有人說 有人研究說可口可樂 把他這個用開水煮開 氣沒有了 他就變成一個 真的好像中藥的味道 我試過 他既然寫 我就去試試看 他可以賣得這麼好 他是沙漠裡面 一個中藥的秘方而已 可是到了可口可樂老闆的手上 他就變成全世界行銷 一百多個國家 也是比美國外交做得更好的 可口可樂公司 這些都是創意 所以在這裡要告訴各位 真的要告訴各位 現在是我們的機會 他們的問題越大 我們的機會越大 這是真的 他們為什麼問題大了 我講的是誰 各位知道 中國國民黨 為什麼他們現在問題大了 我們倒過來去思考一下 我們真的要去思考 當初 為什麼會拜蔣介石來台灣 為什麼 蔣介石沒地方跑 還有呢 其實我們是美國軍事佔領國 美國是我們的軍事佔領國對不對 他可以拜任一個國家來台灣吧 他是主要佔領國啊 他為什麼要派蔣介石 不是 蔣介石跟他有共同的敵人 他是聯絡 是要提人來打擊主要敵人 他最主要的敵人是誰 共產黨 一萬塊 開玩笑 他最主要的敵人是共產黨 他絕對不允許共產黨 赤化整個世界 你看古巴就是他很大的痛 古巴就在他旁邊 變成共產黨赤化以後 他永遠的痛 那時候很大的那個時候那個叫最帥的那個叫什麼 那個總統 甘乃迪總統 還曾經要直接去打古巴 所以當初他會讓蔣介石來到台灣 所以蔣介石跟共產黨 勢不兩立 那個仇不共戴天 這個深仇不共戴天 為什麼他會跟共產黨結這麼大的深仇 其實我們講真的 到底誰得罪誰不知道 當初孫中山親口講的 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這是他親口說的 為什麼 為了錢 因為他們要成立黃埔軍校沒有錢 所以他們需要蘇俄的錢 所以他就告訴蘇俄說 我們成立黃埔軍校 我們雖然推行三民主義 但是三民主義其實就是共產主義 這是他親口說的 所以呢 黃埔軍校校長是蔣中正 那個他們的教務長是誰 周恩來 周恩來各位知道嗎 毛澤東旁邊最得利的助手 我們要知道我們的敵人 周恩來的傳記寫得很好 周恩來他不是人 他可以一天工作24小時 而且他沒有EQ的 他沒有情緒的 毛澤東怎麼罵他 打不還手罵不還口 就是一直做事 周恩來是真的 毛澤東幕後的那個 那把推手 把中國大陸一直往上推的推手 周恩來在當教務長 所以基本上來講 那時候在黃埔軍校裡面 國民黨跟共產黨是和樂共存的 因為裡面有國民黨的人 也有共產黨的人 大家一起 國民黨當校長 共產黨當教務長 結果後來 國民黨做了一個動作 很賊的一個動作 用人家錢 結果最後還決定什麼 清黨 他在黃埔軍校裡面清黨 我出錢耶 出錢的人最後要被殺光光 這合理嗎 所以那時候 那個時候 共產黨在黃埔軍校裡面被滅光光 所以誰跟誰 誰跟誰不共 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 到底是誰得罪誰 你們都沒有辦法念到正確歷史啊 這68年來交給你們歷史 包括交給我女兒他們歷史 他們都不知道到底什麼是真的 什麼是假的 人家國外歷史是這樣寫得很清楚 是我出錢成立黃埔軍校 結果你把我派去的學生全部殺光光 誰對誰有仇啊 結果國民黨說 共產黨是他最大的敵人 好沒關係啦 反正他們就解了死仇嘛 所以那時候 美國就利用國民黨來到台灣 他說 你把台灣顧好就好了 因為日本是我的敵人 日本是我的敵人 中國共產黨是我的敵人 為什麼那時候日本是他的敵人 這個又講到歷史 你真正去研究一下歷史 那時候日本在太平洋一直發展他的艦隊 他的艦隊真的是世界最強的 所以那時候美國跟他在那裡 在硫磺島 在那個什麼一大堆的火燒島這樣 一次又一次的戰役 有贏有輸 跟日本跟美國在海上打得非常激烈 竟然日本還有余力 早在珍珠港偷襲事件之前 日本還有余力 繞過整個北半球 然後去打他的珍珠港 所以你知道日本的那時候 海軍比美國還強 所以他當然怕日本 日本的島鏈 他整個島鏈 從北到南一直到南海 這個在究竟戰和平條約裡面都有記載 他的所有的過程裡面都有記載 我們都是與法有據的 我們去追溯都可以追溯到法源 為什麼南海的遊艦是我們的 都有法源依據 所以今天講法 他講不過我們 所以他只好用他的武力 跳島戰術一直征服 他跳過台灣 為什麼 因為台灣那時候有關東軍 他打不贏關東軍 所以他直接跳到琉球 台灣是一個寶島 所以關東軍守著 所以他跳島戰術 他跟美國打仗55年 那時候打珍珠港是贏的 如果第二個階段的策略 第一階段攻擊完全殲滅 第二階段的策略繼續執行 美國被他打趴了 站不起來 你真的去研究歷史 那時候356做了一個很錯誤的決策 他沒有繼續去炸他的那個油庫 把他油庫炸掉了 他至少一年不能翻身 他不會半年之後又站起來 所以那時候美國跟日本打得非常慘烈 所以美國的敵人 中國大陸 美國的敵人 美國的敵人是中國 美國的敵人是日本 美國那時候盟友 是一個戰敗的人 一直躲到四川裡面不敢出來的人 叫蔣介石 蔣介石那時候不敢來台灣 他打到日本打到走到不死 關東軍在台灣 他不敢來 所以這個我們不要批評他 但是這個膽小鬼 他派了陳怡來台灣接收 他自己不敢來 他躲在四川他確定安全 他不要來台灣被關東軍打死 那不是很不划算嗎 所以那時候 整個在台灣的狀況是這樣 台灣整個那時候的狀況是不得不 不得不讓蔣介石 因為那時候我們 美國佔領我們 我們唯一的 美國唯一的朋友 就只有蔣介石 可以幫忙管理台灣 可是他管理台灣他有規定 你管理台灣是管理 你暫時管理 我們沒有說你可以把他們的國籍全部改變 占領不得一專主權 立望政府不得那個 可以不得就地合法 這兩個很重要 占領不得一專主權 立望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所以他不能把我們的日本籍 全部改成中華民國國籍 我們當初日本籍 我們都有日本戶口 我們的父母親都有 你們去申請身份證就知道 你的父母親只要是1944年以前 全部都有日本的戶籍 都是用毛筆字寫的日本戶口 所以在那個時候的狀況 時空背景 台灣只有默默地承受這些原罪 不小心被人家變成中華民國國籍 不小心當了台奸 我們都當了台奸 我們出賣台灣 當了台奸68年 我們要開始改變我們的思想 改變我們的習慣 改變我們的想法 回到正確的歷史軌道 那現在誰要回到正確歷史軌道 不是我們 是美國 為什麼 為什麼美國68年做錯的事情 他做錯了68年 現在決定要彌補了 還是他的利益嗎 還是為了他的利益嗎 很正常嘛 68年前 他的敵人是日本跟中國 那現在他的敵人呢 中國而已 日本呢 好朋友 為什麼變好朋友 沒有共同利益 因為中國太強了 所以他還是聯絡次要敵人 他雖然還是不喜歡日本 當然他還是要聯絡次要敵人 打擊主要敵人 今天如果主要敵人被殲滅了 他的次要敵人可能會跳起來變成主要敵人 這很正常嘛 但是現在目前為止 他一定跟日本是好朋友 所以呢他要幫日本平反 還有呢 他的主要敵人 既然是中國 主要敵人既然是中國 他就不希望 有那個很白目的人 去跟中國簽ECFA 有那個很白目的人 去跟中國簽服帽 竟然把中國當朋友 我已經很三令五聲告訴你 中國是我的敵人 檯面上不能講 檯面下告訴你很清楚 中國絕對不能出來這個島鏈 這個島鏈要完全封鎖 從北海道一直到印度 所以印度跟中國是敵人 日本跟中國是敵人 大家都不友善 獨獨 這個島鏈跑出來一個人 說要跟中國當好朋友 還想要回到中國的懷抱 他當然會跳出來啊 根據萬國公法 根據國際法 根據戰爭法 他引導我們 來走這些法律 告訴台灣 告訴我們這些本土台灣人 你們真正的歷史地位在哪裡 你們是誰 你們活了68年都不知道 Who am I 到底你是誰 我是誰 你到底是中華民國國民 還是台灣人 還是你有荷蘭的血統 還是你有西班牙的血統 要不要去考究一下 你不要30年前有一個節目 叫尋根嘛 根啊 大家去找自己的根 你們要不要去找一下自己的根 你確認一下 我們的郭鴻斌 郭教授都已經告訴你們很清楚了 你們的根 你們是什麼人 我們是什麼人 我們是貧埔族 他講得很清楚 他說 那時候荷蘭人上面有寫 大家就把他誤解了 我們不是有講到說台灣人 不是台灣人 台灣人愛錢 走死 愛做官 那不是我們台灣人 他們在史書上面寫 他們是當山人 唐山人 愛錢 走死 愛做官 那是由中國過來的唐山人 他說我們台灣人 真的貧埔族的台灣人是怎麼樣 剛才說過了 跌股 怎麼 倒菜肚 我們是很勇猛的 我們是跌股倒菜肚 我們不會那麼容易服輸的 所以為什麼告訴各位 那個棋子不要用跌股 所以你要很清楚 他講的是唐山人 結果我們就全部誤導了 我們把他們都貼 全部貼標籤 我們一起 大家都混在一起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要開始改變 你們要開始了解 所以現在天時地利人和 人家要我們回到我們自己的正確的歷史軌跡 人家要我們回到正確的法理地位 我們為什麼不順水推奏 那你們接下來你們要做什麼 秘書長他負責跟美國 gothiation 怎麼樣去 美國其實都在考我們 我講真的 包括我們的旅行政見 他一方面看我們到底懂多少 一方面想要把政權交給我們 我們懂得越多 他覺得這個小朋友越獨立 他能夠放心的交給我們 所以連旅行政見他都不教我們怎麼做 他都告訴我們你們可以做什麼 但是都不教我們 這樣很好耶 這種教育才是真正的成長耶 我們台灣的教育就沒有辦法 用美國的教育現在在教台灣人 所以我們台灣要改變 他告訴我們你們可以做什麼 怎麼做你們自己去想辦法 你們可以做車牌 你們可以做行照 你們可以做旅行政見 怎麼做 合乎 合乎國際法理你們就可以做了 所以我們去參考文獻 我們看琉球的旅行政見怎麼做 有樣學樣嘛 反正琉球旅行政見是美國做的 COPI總不會錯吧 所以他現在一步一步的引導台灣民政府 讓我們的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他在引導我們 那我們為什麼不去做 你們在怕什麼 你們現在最重要的是什麼 秘書長在跟美國協商溝通 怎麼接政權 那我們要做什麼 那我們要做什麼 請問一下各位 對啊我們要發揮 那我們要做什麼 來我們要成功 接下來告訴各位成功的十大步驟 你把它記起來 你開始要做這些事情 你要讓自己成長 你要學領導 高級班你要開始學怎麼領導 你要開始一步一步去了解 你要很清楚的了解法理 今天你為了錢來到台灣民政府 你會為了錢離開 這是秘書長常講的 你為了權力 你為了官位來到台灣民政府 你會為了官位離開 因為有人會騙你有更大的官位 讓你貪 但是你為了了解 為了正確的國際的法理 讓台灣國際地位回到正常化 你就會為了法理留在台灣民政府 成功的十大步驟第一個 自我分析 你要說服別人之前 你要先說服自己 你要愛別人之前 你要先愛你自己 你到底是誰 你能在台灣民政府做什麼 你要學會問問題 問問題就有答案 你問錯問題就死路一條 你不要問自己說 我怎麼樣在國民黨的統治之下 苟延殘喘 你就真的要苟延殘喘 所以你要問對問題 你要問我自己怎麼樣接掌政權 我能夠做什麼 我是誰 到底要怎麼辨認我是平埔族 我們的手這裡搬起來 這個教務長有教我們手搬起來 這裡會有一條線 平埔族的特徵 我們的腳指甲 左腳右腳的腳指甲 是分裂的 裂兩片 兩片而已 中間會有一條裂痕 對小拇指 這我們是平埔族 對這個到時候再問那個 郭老師 這是我們平埔族的特徵 你要知道你是誰 然後你要做什麼 你自我分析 你的強項是什麼 你的能力 你還要再補足什麼 你越了解你自己 你才能夠 越能夠發揮 我到德國去上課 老師都問我們 你來這裡幹嘛 我說我想要了解自己 我們人常常一輩子 想要去了解別人 想要去認識別人 不用啦 你只要了解自己 認識自己 能夠展現自己 人家自然就會看到了 所以你了解自己比較重要 你怎樣控制你的EQ 你會發覺很多的談判高手 我們在受談判訓練的時候 談判高手是不能有情緒的 是不能有情緒 因為你一個情緒可能輸掉 好幾十萬美金 你要引起別人的情緒 然後自己不能有情緒 你要常常去鍛鍊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常常問自己一句話 人為什麼會生氣 為什麼會生氣 怎麼會生氣 人生氣通常是拿別人的錯誤 來懲罰自己不是嗎 你不是拿別人的錯誤 來懲罰你自己嗎 不是嗎 我在生我老婆的氣 為什麼 因為我老婆做錯事情 所以我要虐待我自己 讓我自己生氣 我不能罵他 我不能打他 所以我要生我自己的氣 人為什麼會生氣 人為什麼會生氣 生氣是誰在生氣 自己啊 你可不可以選擇不生氣 我上個禮拜高級班有講過 所以倒過來上頭再聽一次 有一個大兵到越南去當兵 那時候很盛行當兵 美國人都需要報效國家 結果他去當兵一個禮拜 他一去一個禮拜以後 他就收到他女朋友寄來的信 要跟他分手 兵變 你很傷心耶 在美國他們發生這種事情 他們不會去安慰你 他們讓你自己獨處 因為他們怕 只是慢慢遠遠看著你 怕你自殺嘛 結果那個阿兵哥 就像遊魂一樣 在軍隊裡面遊蕩了一個月 剛下部隊喔 遊蕩一個月 他真的很難過 他們已經論及婚嫁了 他怎麼想都沒想到 去一個禮拜 他就說他要跟他分手 要跟別的男人交往 因為他怕他回不來 結果 一個月以後 有一天晚上 他突然瘋狂的 跟每個阿兵哥 要那個 他女朋友的照片 越漂亮越好 他們覺得說 蛤 是不是破片啊 然後說有沒有比較 辣妹的照片 就跟他要 他要了幾十張照片 然後全部寄回去給他女朋友 他跟他女朋友講說 他跟他女朋友講說 我聽到你要跟我分手 我也蠻遺憾的 但是這一個月來 我怎麼都想不起你長什麼樣子 所以你把你的照片挑出來 你把剩下的照片寄回來給我 那我就知道你是誰了 他用很智慧的態度 把這個情緒轉移給他女朋友 但是他花了一個月的時間 才想通 我們修煉 練習就是這樣 讓自己的時間越來越短 生氣的時間越來越短 誰不會生氣 人都會生氣 但是讓自己生氣的時間 越來越短 轉念 很多宗教都在教你怎麼轉念 轉念 生氣的時間越短 你的身體的細胞就會越好 那當然你年紀越大 生氣的時間越來越短 因為很多事情看淡了 通常 你對你在乎的人 你最容易生氣 陌生人你幹嘛生氣 你看電視那些人 他的行為 如果跟你老公很像 不是你老公做的 你幹嘛生氣 難道你會把電視上的人 做得套到你老公身上 萬一我老公哪一天這樣做 所以我要先生氣這樣 不會吧 所以生氣 基本上來講 都是在鍛鍊自己 那自我分析裡面 就可以去分析 我為什麼會有情緒 我對什麼事情我會有情緒 對什麼事情是我的敏感地帶 我以前常修煉 因為為什麼 我小時候 有一次我就很高興 我媽叫我去買東西 買文具 小時候不懂 也沒有人教 老闆 年紀大了 那個文具店老闆 我買一塊叉子 那時候叉子好像三塊五塊 結果我拿五十塊 我媽拿五十塊 紙鈔喔 給他找 他找我九十幾塊 他把那個紙鈔當作一百塊 他找錯錢了 我很高興 真的很高興 然後我多找了 我就拿著那個錢 想要去買我最想要的一卷錄音帶 我就去買了 然後我把錢找給我媽 然後我在那邊聽錄音帶 我媽就覺得說 你怎麼會有這個新的錄音帶 我說我去買的 他就問我為什麼 我就實話實說 那個老闆找錯錢 結果我媽 她比較健忘 她不相信我講的 她覺得是我拿了一百塊給她 她拿了一百塊給我 我拿了五十塊去買錄音帶 我說真的不是 是老闆找錯錢 因為你拿給我五十塊 我看得很清楚 我拿五十塊給老闆 老闆又把五十塊還我 還加了十幾塊 所以我媽說 我偷了她的錢 我被冤枉了 所以 從此以後 只要有朋友說我是小偷 我就會打他 跟他拚 因為我對小偷這兩個字很敏感 我沒有偷啊 我被冤枉了 所以一講到小偷 我就會有情緒 我就會很生氣 然後當我們開始分析的時候 我知道說我不是因為 小偷這兩個字生氣 我是因為愛我媽媽 不是嗎 我愛我媽媽 我不希望我媽誤會我 所以因為我愛我媽媽 所以聽到小偷我會生氣 因為我媽誤會我 當你分析完了 當你很清楚人家講小偷 在我面前講小偷 我也開始就沒有情緒了 那個都是鍛鍊 你越清楚知道 越了解你自己 會因為什麼狀況 你會動怒 你就越不容易動怒了 因為了解了 你可以制敵基先 你自己就是你自己最大的敵人 你可以制敵基先 這些都是透過不斷的鍛鍊 這個情緒是需要鍛鍊的 下一個 建立使命 你希望在民政府做什麼 像那個色紋鈴木一樣嗎 為台灣的環保盡一份心力嗎 還是你想要去跟 這個我們學院裡面 有一個很像外星人 還是你想跟外星人 這個做一個友好的 connect的開玩笑 你的使命是什麼 人家五歲就知道他自己要做什麼 這輩子 你要 我們常常在講 成功 付出一陣子的代價 那平凡 你要付出一輩子的代價 你願意付出一陣子的代價 來獲得成功 還是要用一輩子的代價 來換得一個字叫平凡 這都是你自己決定的 你既然今天坐在這裡 你想要為台灣民政府做些什麼 你的Destiny 你的使命是什麼 去想一下 發揮自己的專長 做自己最有興趣的事情 你可以廢勤忘實 真的 我小時候 為了要看金庸的武俠小說 我可以躲在棉被裡面 那時候念國中 去租書回來 怕被媽看到 在國中裡面 棉被裡面用手電筒這樣看 看到天亮 HIP導彩 真的很熱 現在想一想自己還蠻有毅力的 有毅力看小說 真的啊 第三個 因為我想當武俠高手 我想要行俠仗義 要有明確的價值觀 你的價值觀是什麼 這很重要 你的價值觀是什麼 價值觀 就是你以後 立德立言立行立功的 很重要的一個規範 行為準則標準 什麼叫價值觀 我喜歡 讓別人 既然人生苦短 我喜歡讓別人 笑 所以我的價值觀 就是散播歡樂 這就是你的價值觀 所以我喜歡當一個 在私底下認識我的人 我喜歡搞笑 我喜歡讓人家笑 我最喜歡看到我老婆 這樣忍不住的大笑 狂笑 一直笑 然後我女兒就會說 媽媽你Ki笑 她就一直笑 笑得很開心 她說 我老婆就會講 你永遠都能讓我笑得那麼開心 這我喜歡 我喜歡散播歡樂 我就喜歡看到她笑 我喜歡看到女兒 那種反正可能重複一個動作 我沒有把她錄下來 真的很後悔 我女兒有一次兩歲 我們就在做一個動作 就球丟下去地上 不是喔 手帕掉到地上 再把她撿起來 那手帕飄下來那個動作 她就開始 一直笑 那個好像天使的笑聲 陰靈般的笑聲這樣 沒有把她錄下來 那笑你的心會跟著開 你知道嗎 然後就一直重複丟那個手帕丟下來 再撿起來 她就一直笑越開心 然後你讓自己笑 YouTube 上去找 笑 你就會看到很多的影片 小朋友的影片 動物的影片 好笑的影片 沒事讓自己笑一下 真的越笑你會越開心 你就會把歡樂散播給別人 散播台灣民政府 是很歡樂的一件事情 每天跟三個人講台灣民政府 你會越來越快樂 為什麼 你當作散播歡樂 她就散播歡樂 你如果準備去爭辯 我要告訴你真相 人不喜歡聽真相 你說我要告訴你假相 她會說 什麼假相 電視上告訴你的都是真相嗎 都是假相 他們都喜歡看 但是你要告訴她 我要告訴你台灣的真相 她會沒有興趣聽 我告訴你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你68年來念的書 你68年來念的歷史 她會覺得很有趣 你講一些有趣的事情嗎 你知道台灣沒有光復節嗎 我女兒會這樣跟人家開門 她跟她同學這樣講 你知不知道台灣沒有光復節 她說為什麼 因為日本不是台灣的敵人 她說蛤 日本是美國的敵人 然後我們是日本 然後所以我們也是美國的敵人 他們同學都聽不懂 母殺殺 同學哪一個聽得懂啊 他們念的歷史 有哪一個在教這個 日本是我們的敵人耶 南京大屠殺耶 然後我女兒會跟他們講說 其實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 自己殺自己人 然後再嫁禍給日本人 你知道嗎 她同學說真的喔 有一本書上面這樣寫 她就會開始去翻 我女兒很好笑 她就從小就有這個敏感度 你沒有辦法去教的 她從小就問我說 爸爸你要投給誰 我說我投給陳水扁 她說喔 所以你討厭馬英九 然後就開始去跟同學講 爸爸我會來 我調查完了 我們班同學只有兩個 會投給馬英九 其他都投給陳水扁 她會去做試調耶 她對政治就很有敏感度 所以她一聽到 喔 我其他的小朋友都在後面 結果她從後面 然後聽那個潘議長 從頭講到我回來 還跟我分享 潘議長講什麼 還抓我的口誤這樣 所以她很認真的告訴我這樣 有一個秘書這樣幫你上課不是很好 他開始告訴你很有趣的事情 然後他開始想辦法去跟同學講 同學反應很有趣耶 你每天在散播歡樂 告訴人家台灣的真相不好嗎 但是你不要直接講台灣的真相 他就告訴他朋友 我告訴你喔 台灣沒有光復節 我告訴你喔 你不是台灣人 然後為什麼 我女兒她有辦身份證 國小五年級她有辦身份證 我是本土台灣人 一定要拿出來看嘛 真的啊 然後她同學就很好奇 蛤 你為什麼會有身份證這麼小 她同學有些年紀比較小的 那個就比較搞不清楚說 蛤 這是我們的身份證喔 不是 你的身份證跟我身份證不一樣 你以後辦的身份證是中華民國的 我的是台灣的 他小朋友就會覺得很有趣啊 小朋友開始就散播啊 他們就會講啊 那個連喬斯他有台灣身份證耶 他會拿給他們看耶 所以不一樣耶 真的不一樣 所以你在散播歡樂嘛 他每天就在散播歡樂 跟同學這樣講的很有趣的事情 你可以散播我們台灣民政府 當作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不要把它當作很嚴肅的事情 你再告訴大家 你真的現在辦身份證 在顧你的荷包 這個喔 就可以讓他開始有一點威脅性 如果他真的很辛苦喔 像我的朋友 在銀行裡面存了一千萬 你可以告訴他 你沒有這張身份證 當我們執政的時候 你一千萬剩多少錢 你有沒有告訴他 沒有啦 除以四十萬啦 二十五塊 他說什麼 我說等到執政你的一千萬剩下 二十五塊正台幣 二十五塊 你去儲儲看就知道了 那個真的是很shock 四二八四五二十 一千萬 剩二十五塊 真的還假的 是真的啦 沒有身份證 除非你都不動那個錢 你打死都不去換 你要用錢 就是四十萬換一塊 一用錢 四十萬換一塊 所以辦身份證 顧你的荷包 這信證說現在一直不斷在談 你們下兩堂可不可以上道 所以你要開始有很明確的價值觀 你的價值觀要很清楚知道 我們去散播歡樂 我們一起去散播歡樂 讓台灣人開始可以越來越快樂這樣好不好 讓我們台灣人出頭天 讓台灣人越來越快樂這樣好不好 你們要找到自己的價值觀啦 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去推廣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 去推廣台灣民政府的初級班高級班 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至少你說可以來看聯老師 那個耍猴戲 他這麼認真表演兩個小時 給他來點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下一個 像IBM的價值觀 就是尊重個人 提供世界最好的服務 每一件事情做到最好 這是IBM 各位現在覺得IBM不有名對不對 華碩啊 堅肉盤子這些比較有名對不對 IBM其實他的獲利最高耶 他佔有世界上大型事物機器是第一名耶 你看到很多像國防部啊 Pentagon他們的機器都是用IBM的 他做的是B2B 他做整合性的行銷 所以他們的價值觀 第四個設立目標 成功十大步驟設立目標真的很重要 你一天要跟幾個人分享 你最好把它記錄下來 你的行徑就會 像寫日記一樣你就會有軌跡 這是我們在做業務基本的功課 你一個月下來你就會知道說 哎呀我去找了一天三個人 我一個月我找了90個人 談過台灣民政府耶 叫他們辦身分證耶 我哪一些人我可以繼續追蹤 你的目標設立得很清楚 就很容易達成 你沒有目標 遇到人再講啦 隨便啦 有機會我就講 跟不一樣 我每天去講快樂的事情給我三個朋友聽 不認識的也好 不認識怎麼講 像我女兒就這樣問他 你直接可以問他 你是不是台灣人 他會有很多千奇百怪回答 很好笑 我不是越南人 我不是怎樣 你是不是台灣人 你問他嘛 你是不是台灣人 是 你是台灣人齁 那你怎麼證明 你要怎麼證明 你是台灣人 你要怎麼證明 你拿一千塊出來給他看 中華民國 你拿護照 中華民國 還有咧 你拿身分證 中華民國 都中華民國耶 你怎麼證明你是台灣人 對齁 你拿你的身分證出來給他看 我是台灣人 我是台灣人 我有台灣人的身分證 對齁 你為什麼會有那一張 你怎麼會有那一張 他會問啊 趕快辦 辦身分證會救你的荷包 辦身分證救荷包 不是育荷包 辦身分證救荷包 所以他會聽不懂 為什麼辦身分證救荷包 你就可以開始談 你在告訴他很有趣的事情 告訴他真的對他有利的事情 通常他會辦的點 不知道哪一個點 但是你一直把資訊告訴他 有機會他就會辦了 你今天你告訴他 隔天有朋友來告訴他 他會覺得說 現在辦台灣身分證是一個蜂巢嗎 我們現在台北就想要到那個 那個年輕人跳舞的地方 跳街舞啊 火車站的那邊去談 讓他們知道說 其實辦台灣身分證 是一件很流行的事情 對啊 辦台灣身分證可以救台灣 辦台灣身分證可以救你自己 就你自己的荷包 他說想要進一步了解 每個禮拜五禮拜六禮拜天 水月園歡迎你 有吃有喝有住 還可以認識一群 一起為台灣打拚 很流行的 年輕人中年人老年人 大概現在這些老年人 老年人都不服老 他們都說不是老年人 他們也是中年人 他們只是50歲過後的中年人 所以我們要開始學會 用快樂的方式去傳播歡樂 傳播愛 讓如果愛台灣 要靠各位設立目標 今天可能只有幫我講到第五點 因為時間快到了 第五點最後一個 找尋世界級的學習榜樣 我們這裡有一個世界級的學習榜樣 我們看他做什麼嘛 跟著做就好了 2005年到現在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每個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 就在中央 每個禮拜一到禮拜四全神跑 你去跑跑看 我跟著跑過 累得要死 很累耶 我的時間到了嗎 好 那最後告訴各位 真的禮拜天 下午1點半就回到這裡來 聽聽最新的消息 我們每個禮拜都有最新的進度 我們就快執政了 大家一起加油 這樣好不好 好 謝謝 請客氣 走勒 下午好睡10分鐘